9月25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他们已经将中方设置在黄岩岛周边的浮动屏障拆除 不到24小时,中国外交部便驳斥 菲律宾是自说自话,并奉劝非方不要寻衅滋事 国际舆论认为菲律宾是在刻意炒作南海争端,促使局势升级 无独有偶,就在中方警告菲律宾的当天 越南突然改变立场,对中方在西沙群岛设置北斗船舶导航机站表示反对 并声称中方的行为侵犯主权 那么,菲律宾方面为何要制造一个假新闻来炒作中非南海争端 越南为何这个时候也指责中方侵犯主权 这背后究竟有什么隐情 我们先来看看菲律宾最近为什么会突然在黄岩岛附近惹是生非 客观上来说,菲律宾国小兵弱 不应该主动与中国发生摩擦 并且中方是允许菲律宾渔民在黄岩岛西湖以外区域进行捕鱼的 为了这样一个没有居民和人造设施的渔场 菲律宾方面完全没有必要和中国交物 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背后必然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且也必然和美国有关系 我们注意到,因为菲律宾的坐摊破船年久失修 在经过24年的海浪侵蚀正面临解体风险 但菲律宾又无法将违规材料运上去 一旦菲律宾方面失去了这艘船 就再也找不到借口赖在人爱礁了 所以,美国人便怂恿菲律宾人在黄岩岛制造争端 以维持南海问题的热度 同时,这样做还可以激化中非矛盾 已杜绝马克思政府与中方和平协商 所以,菲律宾方面开始在黄岩岛惹是生非 中方被迫做出反应并布设了浮动屏障 菲律宾方面见中方已经做出回应 于是开始高调炒作 他们先是表达了强烈反对 并且叫嚣要强硬反击 于是,第二天便有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队员下水割绳所的视频 菲律宾方面想以此来彰显自己的强硬态度 不过,有媒体发现菲律宾方面的行动好像是偷偷摸摸的 并且视频中所割断的绳索似乎和此前中方布设的漂浮屏障不一致 黄岩岛面积并不大 此前媒体报道的中方漂浮屏障大约有300米 而黄岩岛区域有中国海警船日夜巡逻 菲方想要如此轻易地割断这些绳索 并且还不受到拦阻 可能性不大,也不符合逻辑 更重要的一点 如果菲律宾方面真的敢在中国海域破坏中方设施 中方必然会有强烈反应 而26日,中方发言人的回应只是菲方自说自话 这就可以证明菲律宾人在自己演戏 他们不敢真的在黄岩岛动手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 美国方面要求菲律宾在黄岩岛区域刺激中方 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与中方发生冲突 他们的目的仅仅只是炒作话题,烘托氛围 所以,菲律宾方面就配合演了这样一场戏 既能够满足美国炒作话题的需要 又不会过分刺激中国 从现实情况来看 如果菲律宾方面真的敢在黄岩岛动手 中方绝不会仅奉劝一句不要寻衅滋事就完事的 越南方面的态度令人感到诧异 因为越南不久前刚刚明确表示过 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首要任务 并且表示要加强和中国合作 现在却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指责中国侵犯主权 但仔细分析之后 就不难看出越南也是煞费苦心 中美两个大国正在南海激烈的较量 越南成了双方争夺的焦点 越南夹在中间,日子也不好过 关键是越南现在需要美国的帮助 美越正在就军购合同一事进行谈判 按照美国人的套路 必然要求越南在针对中国的立场上做出表态 越南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 选择了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一件事情和中国说事 中方在西沙群岛上的设施多了 还在这里设立了地级式 解放军也理性巡逻 一个小小的激战对于主权的彰显 微乎其微 越南之所以选择这件事情来做文章 一方面是将刺激中国的程度降到最低 另一方面是向美国人表示自己已经做出了姿态 也算在配合美国 为美国炒作话题提供了新鲜资讯 因此无论是菲律宾还是越南 都十分清楚和中国爆发冲突的下场是什么 但他们在美国的胁迫下 又不得不制造点动静出来 美国人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唯恐南海不乱 关注我 了解更多国际时事 感谢观看